大家早安 今天全都現場 我們持續帶你來聚焦的是美國的政壇話題 就是美國前總統川普他遇刺之後 現在不可否認的是政治能量大為提振 但外界現在普遍看好他勝選的機率 那如果他真的是重返白宮的話 會對美中台關係帶來什麼樣的變化呢 其實外界還是預期他可能還是抗中強硬派 因為從他的副手的人選的選擇 就可以看得出態度了 他的副手在昨天已經正式宣布 是由惡害惡州參議員范斯來出任 兩個人會一起攜手角逐白宮大衛 范斯來接受一個採訪 他也表態他抗中的立場 不過就在此刻川普就被翻出說 他過去在遇刺之前 接受彭博新聞的專訪 他提到的對台政策 可以說是語出驚人 他認為說台灣確實是百分之百 奪取了晶片的事業 但他認為說台灣應該是要付給美國保護費 而他也反問說台灣到底是為了我們 也就是為了美國做什麼呢 他說我們這麼多年來 還都有保衛台灣 但是他們偷走 他是用偷走這個詞彙 偷走我們的晶片產業 而現在中國大陸這麼想要併吞台灣 不確定之後會不會繼續護台下去 他也不知道這個意義到底是什麼 當然這樣的一番說法 大家現在就有非常多的解讀了 好 有人認為說 這就是川普延續 還過去的上一個任期裡頭 他一直主打的就是美國優先 作為主要戰略 因為他認為很多的盟友 或者是說跟美國合作 比較密切的國家地區都認為說 是享受到美國的保護 但是沒有付出相對應的金錢 當然這樣子的說法 也可能是可以看得出 之後川普真的上任的話 那他對台的政策恐怕會跟現在的拜登 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這篇彭博社報導更是進一步的指出說 談到保衛台灣 他免受中國大陸侵略的概念 這個川普他的態度明顯的是比較冷淡 更是質疑說 一部分是基於他認為跨太平洋 去防衛一個島嶼是有實質上的困難之外 他也認為說 因為他自己是商人出身嘛 考量 利益考量之下 台灣有沒有付 他認為所謂要給美國的保護費用呢 而且這個值不值得 就是他考量的一個點 另外就在這篇的報導一刊出 當然現在影響到的是台積電ADR的行情了 台積電ADR在盤後交易硬生下跌了1.3% 而另外他的副手是39歲的 二亥二州的參議員范斯 現在確定要跟他一起繳住白宮大位 他也在確定說他要擔任副手之後 他接受第一場正式的訪問 是接受了福斯新聞的專訪 他同樣的表達 是對中國大陸比較強硬的立場 他認為說現在應該做的是要儘快結束俄烏戰爭 讓美國專心應對中國 也因為他認為中國大陸是 美國一個最大的威脅 好同時間在昨天下午 大陸外交部也召開了例行記者會 就有記者問到說 那對於范斯這樣的表態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大陸外交反而零件就立刻回應說 他們是一向反對美國大選 拿中國大陸來說是的 好了繼續來看 這是個最新現場的畫面 這是川普遇刺之後 他是如期出席了威斯康辛州 密爾瓦基這邊的共和黨的全代會 對而16號是全代會的第二天 川普也再度現身 來看一下稍早畫面 好可以看到川普他的右耳還是有包上紗布的 但是不同於第一天的裝扮 第二天川普是換上了藍色的領帶 而進場的時候他也刻意是停下來 好幾次接受在場支持者們的歡呼 川普他同樣也做出了握拳正臂的招牌動作 並且向這些支持者們一一感謝 同樣的他的兒女也在全代會的第二天 都是有出席 表態力挺老爸參選 范斯在16號的共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頭 他正式宣布成為共和黨的副總統的候選人 和川普要來搭檔 不過范斯曾經在2016年的CNN專訪上頭 有提到他完全是不認同川普的 也不會把票投給他 儘管范斯公開譴責過川普是白癡 還說他是美國希特勒 更是批評他是種族歧視 但現在范斯確定是被川普選定為副總統的候選人 而且川普也在他自己的社群媒體平台 有可持續的世界秩序 拉夫羅夫現在指控美國為了遏止 俄羅斯和中國大陸等等的國家的發展 對於美國霸權的威脅 破壞了和平穩定 也遭到美國反批式虛偽 根本就沒有認真看待多邊主義 中國大陸的代表復聰則是按平 美國實施雙重標準和例外主義 戶台主義 even if it was convened by a council member that has shown time and time again that it doesn't take this matter seriously in fact as I listened to the Russian representative's statement I thought I was in the wrong room because this seemed to be a session whining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est and I hardly heard the word multilateralism mentioned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国家 谈论基于规则的 国际秩序 但究竟基于什么样的 规则 基于谁制定的规则 却没有人给出 清晰明确的答案 事实上 一些国家所谓基于 规则的国际秩序 真实意图 是在现有国际法体系之外 另搞一套 为双重标准 例外主义 寻求合法性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会 协会认证高品质的 库拉索卤会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会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